懂了?小知识大事件! 相思王为 红豆生难活 春来发几只 愿君多彩邪 此物最相思 相思是唐代诗人王为创作的一首借永悟而记相思的五言绝句 此诗写的是用红豆表达诗人的相思之情 首句以红豆生难活起性 暗斗后文的相思之情 语极单纯而又富于形象 此句春来发几只 轻声一问 成得自然 寄予摄问的口吻显得分外亲切 然而 单问红豆春来发几只 是意味深长的 这是选择富于情味的事物 来寄托情思 这里的红豆是赤诚有爱的一种象征 这样写来 便觉语尽情谣 令人神远 第三句 紧接着记忆对方多彩邪红豆 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愿君多彩邪 似乎是说 看见红豆想起我的一切吧 暗示远方的友人 珍重有义 语言肯致动人 这里只用相思主人 而自己的相思则建于言外 用这种方式透露情怀 婉曲动人 语意高妙 墨具点题 相思与首具红豆呼应 既是些相思子之名 又观和相思之情 有双观的妙用 此物最相思 就像说 只有这红豆才最惹人喜爱 最叫人忘不了呢 这是补充解释 何以愿君多彩邪的理由 而读者从画中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诗人真正不能忘怀的不言自明 一个醉的高级副词 意味极深长 更增加了双观语中的寒韵 全诗情调健美高雅 怀思饱满奔放 语言朴素无华 韵律和谐柔美 可谓绝具的上乘佳品 这就是王维的相思 大家都读懂了吗 成语 亡羊补牢是什么意思呢 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同时往两边转 搜索 苗董少儿微信小程序 了解更多趣味小常识 语言 儿子 写 写